HELLO 大家好,我是Renee 馬來西亞這裡,我想大家都有聽聞過這裡的戲院院線又大又漂亮 戲票的價錢還非常合理 最近想玩的Joker,在香港是2B級 但來到大馬,他就變了18 其實《Marvel DC》的戲,我的兒子也有去看 不過這套這麼暗色的電影,留下我們夫妻自己去看 於是,我們夫妻就在兒子上學的時間,自己去拍拖 而這裡除了普通影院,其實還有MAX大銀幕 全影星,Dbox和4DX 價錢會有少許分別 本來想上網訂了票先 但真的怕早上會失車,時間預算不到 所以還是去到才買 加上我們都希望避開塞車的位置 今次就選了IOICT摩體 我們沿途來的時候,都很暢順,沒有塞車 來到的時候,因為那場不是MAX大園 所以我們就選了最後那一排的TWIN SEAT位 兩張票合共28扣 這套122分鐘的荷里活電影 兩個成年人加起來都是50多港幣 這個消費真是很化算 而且我發現大馬有很多電影上映的時間都是很長的 不用心急趕著去看,也不怕這麼快落畫 我發現這裡上映的電影都有很多不同的種類 荷里活的西片,香港的港產片,印度的電影都有 但這裡上映最多的,我覺得是鬼戲咯 一個大炮谷,兩杯大可樂,都是13扣8扣 還想怎樣啊? 雖然我知道環保是現在的大趨勢 但這麼黑的戲院沒有飲館的話 那邊汽水其實也有點危險 所以下次大家入戲院記得自備飲館啦 在馬來西亞看電影全條龍服部 喝東西吃東西有多選擇 就算一家大小來,消費都不會覺得肉赤 我記得之前在香港看Endgame的時候 一家四口看早場都要四百多元 荷包看完都尺尺的痛 好啦好啦,不趕著了,入得牆啦 這裡每一間戲院都有很多個院 環境還很乾淨站立 我不趕著了,不正音啊 為什麼我這麼早十點多來看早場 都差不多全院滿座? 人們不用上班嗎? 之前選擇一般座位的時候 扶手位拉不起來 今次試試twin seat,闊下一點 坐得應該更舒服 而這裡看電影的片頭真是很長的 有些人真是教得很敏才入場 但我也是會準時入場 因為這裡的片頭有些都挺有趣的 這是電影機器來的 我沒有劇透的 也沒有想著做影評 只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真的覺得這部電影值得入戲院看 因為演員做得很好 從頭到尾 而且戲分張力也有節奏 值得在戲院慢慢享受 話都明白十八 原來真的會在戲裡面打架仔的 至於有沒有咳嗽部分情節 我暫時真的沒有機會對比證實一下 不過將來有機會的話 我一定會再看一次 研究一下有沒有被剪走一些鏡頭 喜歡看戲的朋友來到大馬 可以入戲院感受一下 體驗一下 用合理的價錢 享受高質素的影院 我知道還有些遠線是有270度 超廣角電影院的 遲少少星球大戰上畫 就可以試這間影院了 至於買票 大家可以下載這些apps 有齊各電影 各遠線 各場次的資料 想去哪裡看 什麼時候看 看什麼戲 幾點有場 全部一目了然